緋內瑞拉的醫生和醫學生在星期一走上首都加拉加斯的街頭 這是最近一系列持續和日益暴力的街頭示威活動 示威者前往加拉加斯衛生部抗議該國的醫療用品短缺 並要求政府開放外國人道主義組織向緋內瑞拉提供醫藥和糧食 他們被防暴警察攔截警察並且向他們發射出雷彈和水炮 一名沒有透露聲明的示威者說今日政府押制醫生只是因為他們上街要求病人享有更多權利 他反問究竟出雷彈價值多少錢病人的治療價值有多少 他說政府寧願花錢買炸彈不要醫治病人顯示出這個政府是一個鎮壓政府一個混亂的政府 反對馬道羅政府抗議活動在超過六個星期前開始已經有48人喪生 包括雙方的支持者、旁觀者和警察 委內瑞拉目前面臨連續第四年經濟衰退 原因是對該國非常重要的石油出口價格崩潰 導致基本需要的物品包括糧食和藥物在內普遍出現短缺 馬道羅正在抵制要求提早舉行大選的壓力 並說經濟危機是美國支持的陰謀 反對者指責馬道羅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是發生危機的主要原因 啊 解決了 音樂 ch 就